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次访问了中小企分享有关香港AEO计划 如何帮助企业升级转益 我们今集会继续探讨香港AEO计划 如何帮助中小企开拓大湾区的市场 我们今集好云勤可以邀请到 香港万未有限公司 亚洲区董事总经理戴伦斯山 和我们今集的嘉宾 戴伦斯山是香港万未有限公司 亚洲区董事总经理 领导公司亚洲区的业务 同时他也积极参与集团的重要矿展 和收购项目 戴似斯山亦都在企业发展方面 有超过30年的经验 同时他亦都是香港会计师工会 和特许供应会计师工会 ACCA的资深会员 和新加坡的特许会计师 万未集团1961年在意大利创立 为衣架和包装用品的制造商 万未集团在全球六大洲 九十几个地区里面 拥有超过6000位的员工 而他们的服务范围包括了制造各类型的包装 标签、标牌 和为零售商和品牌商提供无线射频变色 RFID和电子防洩系统 EAS的技术方案 大师先生想问你一开始 如何得适到香港AEO这个计划呢 AEO是国际海关一个很特别的项目 其实之前都听到的了 后来海关很努力在商会推广 我从香港青年公会交易协会听到 然后去听你们的小学生 之后就开始去参加这个计划 大师先生 万未集团至今成立已接近60年 有什么驱使你会参加香港AEO这个计划呢 我们其实集团就参加60年了 在香港都参加30年了 我们现在很努力过去那几年 是在做升级转型的事 做升级转型呢 你要考虑到你面对新的客人 你的身份也都变了 接触层面都不同了 你一定要有一些新的卖点 适逢其户AEO是一个挺好的计划 令到被人觉得我们除了产品有认证 生产好之外原来的物流也有一个认证 而且这个认证是一个官方的机构出到来 所以我们自己有机会就立即再去申请 成为了香港AEO之后 为你们公司带来了什么优势呢 其实是一次免费的 令到我们同事重新再看到我们的物流 这个很重要的 如果你买一些比较简单的产品的时候 要求没那么高 除了我们升级转型的时候 买的产品越来越高级 价值越来越高 这件产品可能在食品级 或者医疗级的时候 你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的 物流这一段 很多时候除了快之外 你会被人觉得你是可以的 所以AEO又免费了 也可以令到我们的 应受性会更好一点 那我们刚刚食逢奇运这个时候做得最好 我知道大先生你一直支持利用香港的优势 推动再工业化 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企业怎样可以利用香港AEO计划 里面的互议安排网络 协助工业可以开拓大湾区的市场 走出国际 大湾区会是全世界最特别的地方 一块地方七千多万人口 有三个不同的区 那些货品如果面向世界的话 香港一定有个很特别的优势 无论是边班也好欧班也好 AEO给我们的好处 就是身份不同了 有个营兽性在 还有就是速度可以快了 这个很重要的 还有始终是一个官方的认证 我们除了处理要快之外 要被人有个印象 我们那些不会是假货 当然还有很多环节要处理 但我连这个环节都处理完的话 那客人的信心就好很多了 可不可以和观众分享一下 申请香港AEO计划的tips 和成为香港AEO的好处 AEO本身如果你都同意是好东西的话 就不要想那么多了 快点去申请 还有整个申请的流程 不是你想象中那么辛苦 我见到你们的同事 走过上来我们的写字楼 整班同事同事 一班学生 都在学着一些新东西 挺开心的 还有海关的服务又很好 又有专责的同事 帮我们的同事解答很多问题 整个过程都是开心的 我们今集好多谢大先生在白忙之中 抽空来到出席的这个访问 相信观众都获益良多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